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海的部分已经快要逼进了前高 所以这边绝对不要去追 但拉回到什么地方是可以值得进场的呢 以及今天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所罗门第二 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讯号出来 各位他今天果然过高了 我在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说 他这个礼拜一定会过高 礼拜一立刻就很卖给我鬼骨子面子 立刻就过高 所有在过往有进场的人全部都赚钱 而今天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他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当大盘 你看大盘 之前从20883一路下跌 甚至于破了2万点之后 有没有发觉到 几乎这些跳空缺口完全都回补 只剩下最上面的跳空缺口 而一旦连最上方的跳空缺口都回补的话 准备又要过高了 又要往2万1过来走了 所以整体沉入鬼骨子所说的 一切都没有改变 持续做多 那做多要做什么样的股票 先看鸿海 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鸿海 各位鸿海的子公司 来帮我拉近一点 他的投入上限 主要他的利基点在哪里 除了鸿海本身有切入AI伺服器的组装之外 他的子公司也承诺会100% 各位未来的主軸肯定有一部分在绿能的上面 扩大绿能的布局 甚至于鸿海他自己 3月份的营收的部分 4,475亿元 月增26.97个百分点 将近27个百分点 年增11.8个百分点 而你看这档个股 从之前大概他就是在100到120这边来回震荡 一直到上上个月的时候 突然之间平地一升雷往上狂飙之后 拉回又往上 准备要过高了 又准备要过高了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高点它不会一次就过 鸿海它不会一次就过 所以它势必会干嘛 拉回打第二只脚 而这第二只脚的进场剪在哪边 各位欢迎你电话拨通 因为我准备要趁拉回的时候进场鸿海 那你看这边能够赚到 是因为前面这波的下跌 你能够进场来买进嘛 而我在之前的节目就跟大家讲过了 鸿海的机会价在哪里 136 不就是这一天 利用它大跌的时候 这一天的最低点137.5 差一点点就来到136 这不就是一个漂亮的进场点 随即这一段 你不就可以把它给接收起来 算138 算140好了 到今天的高点161 各位鸿海你也有一个 还不错的利润出来 所以一样 我要在节目跟大家讲 除了第一进场点给大家之外 第二进场点 已经要越过前高之前 它是不是会拉回打第二只脚 重要的股票它不会一口气过 因为它是大只的股票 它会拉回 站得更稳之后 往上越过的力道就会更强 所以想要知道鸿海的第二进场点在哪边 欢迎你电话拨通 再来3034的联勇 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OLED在智慧手机的渗透率持续看好 OLED的平板渗透率也持续的成长 其中在TV的这一块会有新产品 今年要干嘛 奥运 然后有新产品 也有新客户的加入 在PC跟NB 在AI的带动下 各位未来的平板 未来的笔电 未来的桌机 全部都会改为AI的 如果没有AI 不会有人要买 渴望迎来换机的需求 我在我的YT 甚至还拍了一个 这个AI PC的 里面是说什么 每四年会有一波的换机槽 这一次要换的是什么 AI的NB 尤其是高阶的NB的 这个占比会提升 那从直接看业绩面的部分 受惠折叠手机的渗透率的攀升 预估在这个 2022年到2025年 复合式的成长 可高达45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爆发性成长的产业 因为你去想 苹果连第一支的折叠行动电话 都还没推出来 那如果一旦它推出来 这个市场肯定会抢爆 肯定会抢爆 苹果的折叠的手机 所以连勇持续投以关爱的眼神 那之前从4月3号 就一路跟大家分享到现在 还不到600块的连勇 然后也跟大家讲说 有望加入iPhone的 DDI的供应链 一路替大家追踪4月初 一直追踪到4月中 一直到4月底 来看一下 慢慢的又拉起来了 联勇将打造研发运算的中心大楼 你看他要打造这个运算大楼的用意在哪里 不就是因为有订单吗 不就是未来的成长性可期 否则不会有人下重本 而一旦一档个股它下重本 代表他已经看到了订单 这都是一个循环的逻辑 由于运算的需求快速增加 台厂已见边缘运用的物联网 AI物联网的AI 这个推论运算的晶片或晶片的模组的需求 也将导入AI伺服器 进一步加深AI晶片的渗透力 这不就是联勇在做的 而我们来看他有没有真的赚钱的 第一季的税后净利来到了48 将近要49亿 年增快要3个百分点 每股盈余来到了8.04块钱 给他赚8块钱就好 各位如果是8块钱的联勇 一季赚8块钱 那一年还不算下半年的成长性 就给他赚8块钱就好 那一年是32块 32块 你去看联勇现在 我跟你讲的时候还不到600块 现在已经来到了622 622 他当然他说完之后更高了 那你去想 如果今年最少都能够赚32块 他的本益比大概才19倍 我在跟你讲的时候可能才18倍 那你回过头来看 诶 鬼姑子啊 当时这个时候 就应该赶快来买联勇啊 之后他就慢慢的涨了起来 各位我一切都讲在前面 一旦个股并不是他往上涨了 你才觉得他好 那没意义 你只是在帮人家抬轿而已 但是你加入我鬼谷门 我都是带你事前的布局 很多的股票我都讲在前面 哪管他有没有涨 那都没中央 因为股票该涨了就会涨 而不是因为什么新闻出来 他才会涨 是他本来就会涨 一档个股的大户也有人买了 未来涨望他都很摆在那里 他在上半年 他在去年 他的整体规划在内部运作的时候 都已经知道了 你看到新闻是现在才知道 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脉络可循 当然有啊 你不能等到所有人都觉得 哇 连用好棒的时候 才开始进场来买 黑龙虚无巴拿 too slowly 我们要怎么样 走得更前面一点 才能够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各位 一切都是自然大道 很多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订单本来就有 未来的涨望本来就有 而不是因为股价上来才开始有 我希望你能够看懂这一些 很多事情他在内部运作的时候 都已经知道了 早就发生了 而不是市场在点火三风的时候 才发生的 早就发生了 那你能不能够领先市场做布局 当然就可以啊 你只要能够知道这里面的 学妙之处在哪边 自然就能够领先整个市场做布局 那我持续看好联勇 来看一下 包括了像3338的 泰硕的部分也还没有涨 我也是先跟你说 光群雷也还没起到 以及滑动的部分都还没有涨到 那龙刚之前带大家转过了一趟 拉回现在怎么样 又准备要开始表态了 之前的铜概念股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讲第一铜嘛 跟大家讲双红第二就是第一铜 一直说到了明年2025年 铜的这个原物料的部分将上涨至1.5万的美元 那个时候我在跟你讲铜的时候 才在8500块这附近 全市场只有我鬼股指第一个跟你讲铜 而且大户已经买了 大户也看到了 跟我鬼股指一起看到嘛 如果你加入我的鬼股门 你也看到了嘛 你就可以滴滴的买 而且股价整理34个月 充满超级干净 你看有展望 有大户 有低档 买啊 你不买它 你要买谁啊 当时的第一铜在这里啊 还在第一档 随即到4月1号的时候过高了 我把它先排公布给你知道 铜的价格 那个时候就慢慢在动了 然后一直狂飙到了4月22号 早盘的时候 我请全国所有家族朋友 获利出清 把它干掉 做肥料 把获利放到了我愉快的 幸福的全国家族的成员上面 而一直到拉回过后 上个礼拜五 我说第一桶 越业越美丽 请你持续投以关爱的衍生 高档有卖 低档有买 我大概就买在这个地方 卖在这个地方 拉回之后呢 我又把它给接回来了 全国所有家族成员 帮我做见证 今天早盘一度又飙高了 上个礼拜五已经现买现赚了 今天早上再度 一度飙高了8个百分点 来拉近一点 美国将针对俄罗斯 主要的铜生产商乌拉尔 制裁他 以作为打压 在俄罗斯金属跟矿业部分的措施 国外的研究团队预测 今年的铜 铜它之所以上涨 是不是有原因 真的有 铜将短缺 20.7万吨 那如果只有今年短呢 不对哦 明年它也会怎么样 它在短缺的部分 会增加到21.5万吨 到了后年 会再度短缺增加到74.3万吨 从20到21到74.3万吨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货潮 所以铜的价格势必会干嘛 往上狂飙 所以反而认为第一季 我们这个第一铜的部分 可以年增3.7% 毛利率跟营业利益率的部分 皆有望受惠于铜价的上涨 未来的营运将逐步回温 也就是它一切都只是怎么样 刚开始 第一桶都只是刚开始 那利用拉回 别人不敢买的 我买嘛 毕竟我是 鬼谷只是这个市场 最早买第一桶的人 最早卖第一桶的人 第二次的操作 又是如此的精准 你看这个是全球的铜的库存量 在蓝色的部分 从2002年一直到2024年 有发觉到铜的库存量 就是直线下滑 铜的库存量已经快要没有了 价格呢 当然要飙升嘛 从原本的8193 已经涨到了9965 还没有破万点哦 我给你估多少 1.5万 它还没有破万 代表什么 还有50个百分比的成长空间 这就是我看到的未来 也包括了像电力概念股 中兴电 从相对低档 我已经看到了涨价的可能性 有买 有卖 之后的震荡 我懒得理它 华晨一样 赚到了中兴电 赚到了华晨 华晨那个时候300多块钱 一路狂飙到了900多块钱 够好赚吧 一档对的个股就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包括了像试电 低档买 高档买 亚历的部分 低档买 高档买 所罗门 要赚所罗门 先来鬼谷门 12根的掌听板 一直到上个礼拜 我差一档又要亮灯 掌听板 190个百分点 各位我有没有带你标股一档 接一档 从重电 从航运 到铜 到机器人 我都讲在前面 都是从相对低档 那现在我要跟你讲一档个股 你一定要注意了 这档个股要充斥AI的新蓝海 它本来不是AI 它现在变成AI 它切入了Intel 跟Google这些平台 已经在送样了 明年有机会要开始发酵 所以 你会发觉到 诶 鬼谷指真的还没有涨 但是新闻开始在出来了 已经有人在蠢蠢欲动了 股价已经进入了 收链三角形的末端 而大户已经狂买了 我今天去看又买更多了 已经超过了两万两千张 上个礼拜跟大家说 下周会表态 今天直接过高 有发觉到这档个股就是底高 一个平台 来帮我拉近一点 有发觉到很人工吗 这档个股很刻意 平台它的底部就几乎涨了一样 这个关键价格几乎涨一样 然后今天帮我拉近 已经过高了 过高拉回再洗一次筹码 就是为了要做最后的充施做准备 它不让你跟 它不让你跟 不让你跟的原因在哪里 它会很凶 它会很凶猛 我一切讲到这里 那在上个礼拜 我有一个生日月的 只说收工本费的专案 结果没想到 礼拜六跟礼拜日的时候 居然有十个人 他还没有加入 他说他还要再想看看 那我说到礼拜日 昨天的晚上十二点 我的团队都还在上班 十二点截止 如果你还不进来的话 你就先不要了 因为我喜欢干脆利弱的人 你要赚钱 你要有企图性 你要赚钱 你的频率要高 你连要不要赚钱 要不要加入鬼谷门 都还要想的话 那你怎么赚得到 第一桶怎么赚得到 联勇怎么赚得到 重店 中兴店 华城 亚历 市店 怎么赚得到 所罗门怎么赚得到 各位 所罗门一档 190个百分点 1000万会变成2900万 你连这个都不敢赚 我就说那算了 因为我知道 还有很多朋友是说 鬼谷子 我很敢赚 我非常的想要 我决定往前冲一步 替自己拼一下 因为各位 是时候换你成功了 人都是学到 或者是得到 没有得到 就会学到 当你的经验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这一个坎 你就会跨过去了 而当你跨过去 未来就是你的 各位 是时候换你成功了 所以这四出的十个名额 我今天会再开放给你 只着收公本费 各位 连最基本的 我都没跟你收 我只着收公本费 因为这档个股 会很厉害 这档个股会很厉害 而我要 你高频率的人 我要你充满了 power能量的人 跟上我鬼谷门 我们一起正向的循环 把最棒的股票 交到你的身上 未来狂飙的乐趣 我们一起享用 有需要的 就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吧 老婆 进广告 同样的一档个股 会做不会做 差别就是很大 我的第一桶 我给你的买卖点 一开始的进场点 跟第二进场点 有没有完全预告 完全命中 包括了索罗门跟鸿海 这就是我鬼谷子的厉害 包括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西光子 CPU相关的概念股 上全 2月1号的时候 根本就要不去 但是我已经看到 它潜在的未来 因为西光子就是 封装 AI封装 必备的过程 它就是未来 未来所有AI的封装 都要用西光子 那上全 必定受贿 各位 它百分之百会受贿 从相对低档 2月1号 涨到了3月13号 先卖一趟 我们就是一段一段 过来做了 就赚这一档 这边拉回整理完之后 4月25号 我跟你讲 没有走完 股票它本来就是 一段一段慢慢在做 赚到了这一段 这一段呢 做第一桶 索罗门 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上全的部分 预告 它再度要发动了 4月26号 创高 今天又再度亮灯 掌定板 又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包括像是波罗威 同样是4月25号 跟大家做分享 4月26号再创高 4月29号再度往上狂飙 不仅仅是第一桶 不仅仅是索罗门 我连CPU相关的股票 我都给你预告在前面 然后航运就更不用说了吧 各位航运整个市场 谁第一个跟你说的 当时大家都忘了航海的好 但是我记得 各位做股票一定是 不断的观察 一直到它有讯号出来了 你就能够先上车 各位在这段期间 你什么股票都不做 你就做航运相关的股票 你能不能够就避开相关的风险 而且掌握住获利的来源 航运之前就一路跟大家分享了 包括了BDI的指数 所以我跟你讲 散转会先动嘛 所以4月9号 又是全股票市场 第一个跟你分享的 就是我鬼股指 慧阳玉明 慧阳的部分 你看他就是这样子 趁整个市场 还没有人发掘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自己赚 自己赚比较快乐 一直到今天429 从4月9号到4月29号 这一个波段 能不能立刻就赚起来 我一切预告到前面 你有没有发觉到当创高之后 今天一堆人在讲航运的股票 我们讲在这里 你都可以轻松进场 包括像玉米 当时我在跟你讲 这场个股哪里有动啊 4月15号小创新高 我说这都是刚开始 拉回我也照样跟你说 我分享 19号立刻创高了 22号稍微整理 今天又创高了 然后我说散装展完会干嘛 台华投控 因为他买长龙嘛 结果呢 今天创高 台华投控的背后是什么 大户已经买来放了 确切的数据 我的成员自己知道就好 然后我跟你讲长龙 长龙呢 各位你做到对的股票 这些都很棒 他就会慢慢的起来 对的股票并不是我厉害 是他本来就会上涨 今天就创高了 本来就会上涨 包括像杨明 你就跟着我鬼姑子 一起来做 本来就会上涨的股票 你不是本来就会赚钱 跟华航一样哦 我说散装完就是换航运 航运完就是换谁 航空嘛 华航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包括了长龙航 长龙航的力道势必会比华航来得更好 一路往上飙高啊 一到今天都还在创 波段新高 各位我一切都讲在前面 你光光是做我的航运相关的股票 你都赚到翻天覆地啊 其他股票根本就不用碰 你就专门做会涨的股票 一档股票会不会涨 它背后有逻辑跟道武力的 包括了大户在干嘛 包括它未来的新闻在哪里 它未来的产业发展在哪里 当事件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你能够先预判未来 你就能够领先布局 如果你不能的话 你就让我鬼姑子来帮助你 好不好 所以这档个股 请你好好的注意的 非常的人工 它的架构非常的人工 今天过高之后拉回 预估量 来帮我拉近一点 预估量已经越来越高了 这就是 它准备要过高之前 做最后一次的洗筹码 希望你掌握住 所以这十个 释出来的名额 今天送给你 只着受公本费 下公也知道 最终的时期 不然你就要等明年十月份 十月份明天就最后一天了 我今天开放最后十个名额 今天就是截止日 不然你就要等明年的十月份 这个月是我妈妈的受难日 我感恩她 我回馈给你们 让你们也回向给我妈妈 一起加油 好不好 那有需要的 就请你拨打广告时间的电话 未来的好股票 我们一起加油啦 好 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